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133回 天人出窍 成龙神游 玄机气韵 这轩辕清风啊 听的是满心的沁梁 她本是自负偏执的女子 出身武林第一等豪华 敌掌房的独女 编揽群书 过目不忘 本身而言呢 便可算作一个小武库 唯有宋克里这般顶尖书香门第的世家子 还得呀 有真才实学 才能让他略微的折服 可自从这撑伞的这位入建州以后 他整个人生顿时是天翻地覆 父亲才彰显仙人风采 便身死 本该支撑灰山未来五十年威望的镜子本三人死绝 曾经的定海神针轩辕大盘被杀 爷爷轩辕国戚被逼的跳山 两大客心在大雪平反戈一击 若有父亲在 反复无常的他们还可安分 如亲姑牛大纲 可剩下半个宗师啊 如何去驾驭那群 树不倒时尚是胡孙 树倒便是豺狼领孔的客亲死士啊 徐凤年见这娘们没起身的打算 这坐地上还坐上瘾了 他没好气的提醒 轩辕清风 哎 是你总让我撑着伞也不是个事啊 现在姑牛大纲群龙无首 正是你失散报复的大好时机 可别浪费了啊 轩辕清风挣扎的起身 姑妹是坐久了 双腿酸痛 一个不稳就跌回水中 徐凤年好心好意的搀扶住 结果被他不知从哪儿蹦出的力气给使劲挥开 他冷笑着说 是我施展报复 还是世子殿下想要掌控灰山轩辕 徐凤年面露讥讽厚颜无耻的说 打开天窗说两话我喜欢啊 既然那你都挑起了话头 那咱就好好的算计算计 轩辕清风针尖对美芒 你说 老剑神不理睬这对男女的勾心斗角 竟直走向姑牛大纲府门 走上台阶 弯腰捡起了那串风铃 这徐凤年呢 则有板有眼的娓娓道来 你无非就是担心哪 本世子纠战雀巢 把你当作牵线魁蕾 说啥时候将灰山几百年的家底给掏空了才罢休 对不对啊 轩辕清风毫不犹豫到 不错 世子殿下家事好 眼光高 胃口相信也不会小 徐凤年哈哈大笑 轩辕清风啊 轩辕清风 本世子不妨把话搁在这 这座姑牛大纲 只要将那些密集的踏本收入北梁厅朝廷 其余东西一概不要 既然你我做台面上的生意 我收了你的好处 拿人家手软 自然会帮你坐稳灰山家主的宝座 有人不服气的话 大可以让他们来尝尝北梁刀的滋味 再说了 老剑神已是当事陆地剑仙 胡家虎威也好 借事成事也罢 谁敢说个不字啊 撑死了不呆在灰山 却绝不会有人与你正面冲突 这是一档子生意 那接下来 你当家主是当的舒舒服服的 还是当的不痛快 那就看你自己手段 到时候需要本世子出马 可就得另外的好处 做生意嘛 亲兄弟还明算账 何况是我们这对可大可小的仇家 你说对吧 轩辕清风冷漠道 殿下也说我们是仇家 那做什么生意 大不了 轩辕清风破罐子破摔 将烂摊子交给兄长们 我下身又何妨 徐凤年嘖嘖道 这么说话可就没劲了啊 你父亲轩辕竞成 拼死才造就眼下的局面 以你的钻牛脚尖的性格放得下 你骗鬼去吧 本世子没心情和你在这拐弯抹角 说去难听的 现在灰山正直动荡 若非本世子敬佩你父亲所作所为 早就不跟你这小心眼的娘们客气说话 还会傻站在这给你撑伞呢 你除了赌气功夫不差 还能拿出别的本事 给本世子瞧瞧吗 真把本世子惹恼了 我扶植一个心甘情愿 做走狗的傀儡很难吗 北梁世子殿下的帽子不算小吧 不凑巧 这顶帽子压不住的那几个 刚好都死了 徐凤年观察轩辕清风的脸色 他寻寻善游道 姑牛大纲本来就斗不过道庭龙虎山 现在没本世子给你撑个腰 还不得几十年压的都喘不过气来 再说了 本世子终归是北梁人 这不马上就要走啊 我这一走 你还担心出什么幺蛾子 你也推没点本事了吧 说实话呀 之所以不计前嫌帮你上位 你得感激那个跨木剑的温华 他说等哪天吸成了上城剑术 非要拿剑拍红你这豪华女子的小屁股 可你一旦离开家族 温华还不至于跟一个 身世凄凉的普通女子过不去吧 本世子啊 哼 我可就看不着好戏了 那多没意思 轩辕清风走到油脂散外 不理会目见温华那一段调侃 他只是问道 凄凉 徐凤年反问 那你以为呢 轩辕清风问道 你在可怜我 徐凤年没有说话 只是把伞交给他 见他无动于衷 干脆把伞鞋放在他的肩头上 自己抬头望着灰蒙蒙的雨幕 要是温华在这啊 肯定说老天爷又撒尿了 真调皮 轩辕清风愣了一下 这时红标前行几步 单膝跪地 沉盛道 小姐 红标今日起 唯命是从 黄放福微笑着说 黄某只想继续在灰山安静读书 希望有朝一日能有静程凶境界 谁与小姐为敌 便是与黄某为敌 轩辕清风一愣 他默不作声 一道红钟声音 从龙虎山天师府摇摇传来 李建神既然借鉴而去 可敢还鉴而返 再打量那风铃的李纯刚 懒得搭理 接下来轩辕清风 无意间看到世子殿下 那可就是朝着老建神 挤眉弄眼 做了两个字的口试 这李纯刚看到之后 翻了个白眼 朝龙虎山那边 将一个不雅至极的词语脱口而出 放屁 如果仅限于此 这轩辕清风也不至于如何 接下来成就陆地建仙境界的老头 说的才叫个霸气 这是徐凤年说的 轩辕清风一瞬间破题而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要说这李纯刚对天师府说放屁二字 山外人听闻呢 也只会说老建神豪迈气概不减当年 尤其是迈过陆地神仙门槛更是底气十足 大可将李纯刚视作剑道上的仙侠人物 可一旦换作由徐凤年来说 可就变了味儿了 好端端两大高手分立姑牛大纲大雪平和道教祖庭龙虎山 哪怕只是言语交锋也尽显风采 那你一个花拳绣腿的世子殿下凑什么热闹啊 徐凤年已经可以想象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呢 整个江湖都要流传这个天大的笑话 方才与世子殿下勾心斗角处于下风的轩辕清风 难掩幸灾乐祸 整个人呢 总算是有了些精神 不再此气沉沉 憔悴的没半点人气了 徐凤年瞪了他一眼 率先走向姑牛大纲府邸 徐龙相和青鸟紧随其后 轩辕清风犹豫了一下 与黄放佛和红彪一同冒于缓刑 红彪面无表情 黄放佛在这小段雨露里暗自思量颇多 眼角的余光啊 他轻轻瞥了一眼 刺席的客亲 红彪这人呢 为人处事 一向口碑不错 红彪身为贫寒出身的徽山大客亲 对上能不卑 使得轩辕敬义 事事以礼相待 私下称作敖鹰 而非是养狗 红彪对下呢 更是不亢 从未流露出 志得意满 任何人与他讨教武学啊 他都愿意倾囊相授 绝无狭隘门户之见 可不管轩辕净成这些年 对红彪如何暗中扶植栽培 当年上山终归算是轩辕义 领进门来 这次大雪平反水 与自己共同击杀恩主 轩辕义 当时黄放佛可是下了一大跳啊 这事要是传出去 几乎可以让红彪半辈子英明毁于一旦 不小心就要被冠以 头后有反骨的说法 黄放佛心中冷笑 这算不算一个把柄啊 你红彪今天能判出轩辕敬义的二房 以后会不会再背叛新主子的敌掌房啊 红彪冷不丁的说道 红彪 有一事必须与小姐说语明白 轩辕轻风轻轻的呃了一声 这红彪语气平定道 当年红彪上山前 实则暗中受邀于敬成兄 才定下决心前来灰山 否则以红彪资历本事 当初决然没有勇气 来鼓牛大刚 一笑大方 黄放佛眯起了眼睛 轩辕轻风如是重负 解开心结 他转头微笑 这些年委屈红叔叔了 红彪低头拱手道 理当如此 红彪抬头 直视马上就要顺势掌握 灰山的年轻女子 他说道 但红彪毕竟受了轩辕敬义 许多恩惠 恳请小姐能够善待二房子弟 轩辕轻风柔声道 红叔叔不用担心 轻风并非那小度鸡肠的女子 二房事大已是事实 一味亲起异己 只会让动荡中的灰山分崩离析 轻风会尽力安抚二房三房 任何极定规章 不做任何更改 可轻们 愿则留 不愿则去 即便今日离开孤牛大刚 灰山一样欢迎各路英雄豪杰再度上山 我父亲镜子辈的恩怨 以及再往上 到今日便彻底结束 若是其余两房人 有人闹事寻衅 轻风承诺 可一可二 但事不过三 到时候若还是不肯罢休 就别怪轻风 心狠手辣了 这轩较轻风啊 说得云淡风轻 黄放福却安心许多 他生怕这个女子得志便猖狂啊 在灰山上大开杀戒 到时候柜子手由谁来做呀 还不是他和红彪啊 而且如此一来 他便彻底没有回旋的余地 彻底和他绑在一根绳上 这本是平常御人手腕 道理上说得通 可黄放福却要轻看了 轩辕清风好几分 执掌百年世家 就是一件汉山摧月的吃力活 只会耍这小聪明来斗狠 欲那刁嘴的泼妇无疑 不值得黄放福效忠 最头疼的在于 轩辕清风本身武力 他不值一提 那北梁世子一走 当下镇压 越酣畅淋漓 日后反弹兴取莲 他和红彪就越累 说不定要使出浑身解数都压不下 走到挖空山峰坐府底的姑牛大缸门口 徐凤年站在言下躲雨 回望大雪冰 轩辕清风站在附近 携了携脑袋 俯顺几缕贴在脸颊上的青丝 安静不语 风雨渐渐停歇 府底中走出一名眉目清秀的少年 剑州众人呢 对轩辕清风毕恭毕敬的说道 大老爷昨日交给小的四枚锦囊 说今日雨停 便给小姐 世子殿下 与两位大客卿 轩辕清风略微惊奇 黄放佛和红彪 神情格外凝重 虽说郑重其事 但无惊讶 显然不是头回拿刀锦囊 其实大雪冰击杀轩辕敬义 便是各自锦囊要求 黄红二人事先都不知道 对方真正投诚于轩辕敬城 轩辕清风三人从少年手中分别接过锦囊 黄放佛和红彪立即请辞 离开大雪冰 两大客卿始终不曾有半句客套寒暄 黄放佛回到金蛇小楼 换了身洁净的衣袍 他亲自焚香 拆出锦囊所藏小轩 反复观看数遍之后 轻轻丢入紫檀香炉 他笑了笑 难难道 景成兄果真不负我黄放佛呀 精致裁剪的小轩纸上所写 才寥寥十余字 请黄兄柳灰山十年可入紫悬 黄放佛先是微笑 继而放声大叫 轩辕净城啊 轩辕净城 你这是要我替你女儿卖命十年吗 既然你说可帮我入紫悬境界 别说十年 二十年都可以的 黄放佛笑过之后 决定再在姑牛大纲读书十年 相信以轩辕净城的算无一策 就算他这十年变揽密集 不得入紫悬 黄放佛笃定 到时候便有下一个锦囊出现 可谓自己解惑 黄放佛根本不去费神 那个兴许十年后用不上的锦囊 到底在何人手中 以轩辕净城的缜密心思 恐怕黄放佛把姑牛大纲翻个底朝天 他的找军补出 时候不到天机不险呢 黄放佛未谈到 敬城兄 好以如胜 让黄放佛身亡啊 却说红标 一直没有入住 徽山客亲的豪舍精舍 游简入舍意 游舍入简难 因而他选择 住在山腰移动 僻静的竹楼 拆开锦囊月后 额头渗出冷汗 锦囊所写大概意思 远不如给黄放佛的那个荡气回肠 只是轩辕净城好心好意提醒一声红标 如果清风对红兄击毙轩辕 轩辕以心怀芥蒂 大可以说当年红标上山是由轩辕净城邀请 贵坐清竹茶几前的红标紧攥着拳头 手背轻心抱起 他红标当年上山 自然和轩辕进城无关 当时大雪平上一番说辞只是临时起志 耍了个不为人知的心眼 只是为了消除轩辕清风的戒备 所以这个锦囊看似是善意提醒 何尝不是一种警告啊 红标深呼吸一口 抬头望向窗外笑道 景成兄果然是仙人 红标心悦成福 姑牛大纲屋檐下 徐凤年望着一道彩虹横跨当空 一头在大雪平 一头在天师府 风景绝美 徐凤年打开锦囊 他愣了愣 上头书写 严谨恶药 玄园竟成 此生所学心得 世子殿下只需向小女讨要一本 问鼎阁内的春秋 家有书信一封 末尾便有一句开门见山 世子殿下不负他 徽山必不负世子殿下 却说呢 轩辕清风靠着一根廊柱 他泪眼朦胧 红标有反骨 需要清风以利夫人 施恩不如施微 徽山平安时可养 动乱时必杀 黄放佛号明 为父自有安排 十年内此人不会有异心 十年后他要出头 自会有人压倒 为父 留一家书 让龙火山道童交给你爷爷 清风不用挂念此事 徐凤年如果歹念无穷得寸进尺 你可去寻访那云锦山调娇泥的道人 这位仙长欠为父一个人情 曾答应替为父出事一次 若是徐凤年典道及旨 此子可以互相共事牟利 清明时分 你娘若不愿上坟 清风不必勉强 既然不能相濡以沫 相望于江湖 亦是人生幸事 打你出生那日起 爹便在老贵树下埋下一坛酒 以后一年一坛 至今已二十三坛已 私下取名女儿红可好 莫怪爹唠叨多语 尾时是这些年与你说话不得呀 以后孙子叫福瑶 孙女便叫雅宋 如何呀 这些年你爹没事就翻阅古书典籍 尾时是百般头疼 都想不出满意的名字 爹希望他们以后要念书便念书 要习武便习武 天地势大 所占不过方寸之地 人生苦短 才百年三万六千五百日 糊糊涂涂的过一辈子就很好 末尾最后一句 越过济毁 切记 切记 徐凤年看到轩辕清风 把那锦囊内的轩纸 咽到了腹中 真是个狠心的娘们啊 却说呢 敌掌房悠悠庭院之内 那名女子也收到一个锦囊 宣纸上却是一字无有 一片空白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 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 大斌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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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